我想補充一下那個培立修正案的報告 就是在那個培立修正案裡面 其實好像並沒有講到底是個人可以告 還是團體可以告 因為他的第一條就是講說是 當他的那個secretary of commerce 他發現哪一個國家是有違反培立修正案的情形的時候 他就可以採取某一些措施 所以其實那個主動權是在 是在那個secretary of commerce 所以到底是誰去跟他講 是一個個人還是一個團體 或怎麼樣只要他被inform就好 所以其實沒有沒有那麼大的那個影響 到底是誰去告 因為他其實不是一個像法庭那樣準程序這樣 謝謝 對 每個人都可以 反正你要知道就可以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我只要把那個 反正你要讓他 你去讓他知道這件事情就可以 就倒沒有應該是 可能要一些證據啊 對 看起來是沒有限制 到底是個人還是群人 理解 謝謝 我自己不是學 我自己不是學法律的 但是我自己對 我自己對